大家好,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試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掃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飛翰天下 印太地區風起雲湧 今晚和大家將整件事全部講一次 中國在印太戰略上高 已經全線地崩潰和一帶一路 不知道習主席連任之路會不會受影響 今晚和大家講清楚楚 為什麼這樣? 就是因為剛剛好開的 就是太平洋島國的論壇裡面 被邀列席的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美國副總統何錦麗 他以視像形式出現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新任澳洲總理 澳洲新任總理 他明確這樣表示 就是這位阿爾巴黎斯 與所羅門群島總理 在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的時候 他說他很有信心 就是所羅門群島不會有中國的軍事基地 之前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事實上在太平洋戰略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了之後 跟著去到冷戰 冷戰完了之後 其實美國的軍事力量 或者一些經濟力量 都的重心都沒有放在太平洋島國 反而真真正正付出的就是澳洲和新西蘭 我也都講過就是很多新西蘭 很多的太平洋島國 他們本身以前就是新西蘭的附屬國 跟著他們宣布獨立 很多人是有澳洲護照 或者有新西蘭護照 甚至他們出入境 很多都用著新西蘭護照 所以中國在這裏著墨 我當日講過就是說 他未必成功 結果王毅上一次 希望簽署一些安全經濟協議 結果南太平洋島國推翻了 這個就是因為歷史到現在 一直遺留下來的問題 而澳洲為什麼工黨會贏 為什麼新任總理他會贏 就是當日和莫里森對決的時候 他們不停地說就是莫里森 漠視了澳洲的門戶 就是所羅門群島 竟然和中國簽署了一個叫做安全協議 容許解放軍或者中國警察 可以在所羅門群島出入 甚至做一些軍事訓練 用這樣打擊莫里森 結果莫里森舉手宣布投降完完 而工黨新任的總理阿爾巴尼斯 這一次借這個機會上任之後 正式這樣見到所羅門群島的總理 然後大家互換名帖 亦都在短片裏面相互這樣揽一揽 而會後重申 澳洲總理講得很清楚 就是無論在環保軍事或者經濟上高 所羅門群島都是他們一個重要的成員 他們一定會繼續支持他 那當然你問他 你現在是不是選哪一站啊 會不會有軍事力量啊 那當然他不會說我影響他 叫他不要跟中國一起 他只是說 所羅門群島 他本身是一個主權國家 我們不應該影響他的決定 但是但是所羅門群島距離澳洲只不過是兩千公里 他說太過接近澳洲 相信所羅門群島會選擇一個正確的方向 也都應該明白他們的利益在哪裡 而澳洲和坤士蘭和所羅門群島這麼近 如果你在這裡建立一個軍事基地 並不符合澳洲的利益 其實講到這裡已經告訴大家 就是說過去我們扶植你的 包括環保協議 包括海洋 捕魚各樣東西 我們都一如既往 但是你現在容許中國在你那裡駐軍的話 不符合我的利益 你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 你要考慮清楚哪一樣東西對你最有利 所以你看到澳洲總理就講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他不會容許 即所羅門群島不會容許中國駐軍在那裡 其實這裡就已經完全講清楚 這一次的會議得到最大的成就 就是整體的所羅門群島 包括太平洋島國全面這樣恢復正常運作 所謂的正常運作就是投靠新西蘭 澳洲和美國 就是這麼簡單 也都斷絕了中國的念想 當然了我們的外交部 汪文斌說最好你說的是事實 最好他們是主權國家互相尊重 你不可以搞小圈子 拉幫結派去對付我們 現在澳洲 美國 新西蘭 他們不是想說拉太平洋島國去對付中共 而是不能夠容許這些島國依靠中共 他們不用對付你的 他們也都沒有能力對付你 他只要不再給任何的機會給你 令到你沒有辦法在太平洋島國駐軍 因為如果可以借助太平洋島國駐軍的話 那直接就衝擊了珍珠港和夏威夷這些地方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追蹤、Share、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 所以要大家支持 拜拜